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然围棋频道 我是陈盈 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丁烈老师 来为我们讲解 第22届阿含童山杯 中国围棋快期公开赛 半决赛的对局 是由杨顶新九段对阵黄云松八段 丁烈老师你好 陈盈好 齐迷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已经下到了半决赛啊 这个一晃啊 这个跟本赛真的是相聚 相差了有好几个月 嗯嗯对对对 但这两天直接就从十六强开始 对一直下到今天半决赛 这个黄云松对杨顶新 还有一盘其实 咱们今天一会儿要讲的 是赵承宇 对赵承宇对谁来着 同事操哥 那对同样是江苏队的 米亭吧 不是米亭 那同样是江苏队的 我记得是 我看那个现场画面就能看就知道 杨顶新 对着 陈孟城 陈孟城 这个是今天的吗 不对 陈孟城昨天输掉了 对不对陈孟城 对 这个应该是 昨天八强赛的 这是杨顶新对陈孟城 是昨天的画面 对对对 这个是昨天八强赛的一个画面 对这个棋局也是 对 这个比赛呢是在我们中国棋院 嗯 二楼的2011进行的 他们这个预选 阿含同山的预选是在成都 成都 对对对 但是这个本赛 就是这个淘汰赛之后 还是在北京这个棋院举行的 是 这是今天 对 画面吧 是的 这应该是 今天人少 因为黄云松是在 哦 孤子豪 对 黄云松是在杭州 棋院的现场下的 应该是 是 所以中国棋院是三位棋手 嗯 孤子豪对赵成宇 对 哦 是赵成宇是在 杭州下的是吧 黄云松在杭州吗 赵成宇在中午在北京在棋院 黄云松在杭州棋院 嗯 是 对 赵成宇对 孤子豪 养定新九段 对 今天呢 咱们这两盘棋 都会为大家介绍的 嗯 因为阿含同是快棋赛制嘛 所以这个 是下午开赛 对 下午两点开赛 嗯 每方三十秒 保留十次一分钟的独角 嗯 对 这个是 因为之前 CCTV也是这个规则 但今年CCTV好像也是农心杯的赛制了 对 所以这个用时 阿含同山的用时啊 就这一个比赛是快棋赛了 嗯 嗯 阿含同山其实也是传统的快棋赛制嘛 一年 从开始第一届应该就是这个规则 一直到现在 22届了 嗯 一年一届 22届了 已经 是 那咱们 那咱们先来看一下这盘半决赛的对局 本局是杨景欣的黑棋 黄云松的白棋 好 嗯 新小木 白棋也是新小木 点三三 一上来总是先点为进 嗯 然后 然后长一个 嗯 然后飞出来 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型 对 长下的是最多的 嗯 然后挂酱 小尖 挂了一下之后再手了一个脚 也速度比较快嘛 嗯 那白棋 哎 黑的家 然后白棋再点 继续点三三 嗯 现在啊 真是 看见新味还是想点 虽然也有很多棋手 现在就不点脚了 改挂脚了 嗯 但 还是点得多 感觉上 在这个脚的局部中 这个黑棋没有简单的长一个 嗯 但黑棋没有简单 白棋还是比较简单 是 白棋也没有去下这个 也没有脱了 这个有点可能觉得不想下这个复杂的变化 嗯 所以白棋顶一个还是比较简明的 这实战也还是简明的一种定型吧 斑 黑的就长 嗯 就跟着长 这好像最直接最简单的一种下法了 但我们常见的还有比如比如比如部分的斑弯段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他是觉得可能现在现在选择地设可能方向不太好 这样的话白棋到这儿 黑棋这后市感觉方向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他真走到这边白棋的这三个子 这三个子 其实也没有很好 现在我们好像对这三个子好像不太强求什么配合 经常我们看到这三个子这边都不拆 所以就 其实白棋就看成打散黑棋的一个方向 嗯 主要那个走完之后 白棋那出头也显得挺严厉的 如果像这个定式的话 白棋再拆个一 那可能是不是这个点和这边都想起来 这边如果再被白棋拆过来 这个不说没什么价值 将来这地方还有些保卫 这黑的效率确实比较一般 如果抢这个拆 这三个子一时半会是没有什么风险的 所以完全可以脱线 他就可以这个出头 那这样的话 黑的这个子走起来 就也效率不高吧 因为你往外走没什么价值了 所以这个方向感觉白棋还不错 它实际上比较简单的下法 也是注重上方的配合 对 其实就是大眼一看去 黑棋这边上方的这个配合就长几个也不错 它虽然长配合着这个拆嘛 正好还是比较宽阔的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简明的下法 然后接下来白棋选择打入 对这个得走了 如果再不走黑的也不见得是飞 它有可能跳着走 这个有点兼具正合适 有点舒服 是 你再打入吧 感觉风险很大 那不打入就有点宽 对啊 这有点太大了 这个密集的空 所以白棋现在打入应该说是一个使鸡 黑的是飞 但是黑棋飞一个 我觉得让白棋明显有一个拆的机会 是不是有没有想法 就是先逼一个 比如等他如果跳一个的话 我再飞 我觉得这个比较 有可能被这种靠一靠 他觉得 我就别在这个地方 我不落后手就行 那又要重复啊 感觉 然后我现在在飞 我是不是也便宜啊 能断吗 不知道 感觉也未见得便宜 因为这个 我就沾上 我觉得你只要没有拆二 这个眼位不是 其实他本身 他实在他也不会去拆二 对 我说你就是上边 就是你 无论小飞还是大飞 我觉得你 我看着你这个 但这个就跟实战比的话 就相当于有小飞 我给你拆 往这拆了杆 哦 那我拆二 你肯定挡上坐眼了呀 你肯定不能被我爬一下 还好吧 爬一下 其实我肯定是亏了 你爬到很满意 但你拐一下也不少亏 拐一下肯定是有点亏 然后本来往这拆也有点奇怪 因为这脚上大家都知道 斑花虎其实是先手卫的 那往这走棋 蛮重复的 而且把这种先手都没有利用好 哦 这样的话呢 白棋到时候他可以真先手 往外 啊你这个地方不怕死 这没事吧 这没事 点我可以不要 这都很轻 这说实话这都很轻 很重复 我觉得黑棋 白棋可以下的速度快一点 大概吧 我觉得往这走 还是他觉得会有点重复 可能是 我觉得 我觉得白棋压一压挺舒服的 我们不是在别人的这个 一般在别人的阵营里边 只要有一个拆二的余地 就觉得这个形还挺好的 但是这个地方是不肯拆二的 首先是吧 对因为他现在拆二的话 拆二我们要知道 拆二的本身的用意在于 要根据地 就为了做演 但这个棋形拆二呢 因为我们眼见这种地方 对方都是决心 那这个地方 眼位本身就是不足的 你拆你也活不了 那我不如干脆 把棋走得高一点 我反而追求跑得快一点 这个好处 这样的话呢 出头可能会偏慢 但是本身眼位又不足 你这个本身 这个手气的用意 就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飞的会好一点 反正也活不了 就无所谓了 出头快就行 就是因为不怕人家在这边 这个就地穷活 所以他也没有着急去 对对对 活不了 这太厚了 这地方空间不足以 做两只眼 你看他这个 这很稳的 对啊 这个也太稳健了 这个很稳 这个又走一个 感觉黑棋 这个由于它是大天幕嘛 我们都说 这个黑棋要快速布局 才能这个 就是 弥补这个 三有四分之三 先招优势要发挥出来 对啊 我觉得这个 虽然看着 这个形状真的是特别美 而且特别完整 但是 真的是觉得速度有点太慢了 想着这棋 能不能先 拆一个边呢 或者是在这边 我也不知道是小间 还是立一个 反正走一个 这都很大 这个 白棋一续半会儿 我觉得他不会走吧 而且你活这块 会不会有可能还 撞伤这边 他觉得可能活的会 他不好对付 因为本身这个棋型 白棋本身也活不了 就是黑的如果非要吃的话 但是现在由于 它就有点麻 它如果吃的话 外边的借用 然后 对 然后你打了打的时候 白棋方有一扣 应该打这边吧 好 白棋靠这个 靠这个黑棋就有点 会被白棋利用到 这走完 主要它挡一个 我觉得 它是两种用意 一是把这个屎地化吃了很干净 第二呢 走后之后 这两个子才能发起进攻 不然的话 白棋可以利用脚上这些味道 外面腾挪 这两个子 其实也 就不好攻击了 也挺厚的了 那问题是 假如说你不是怕这个吗 那你可以不拆这边 你拆这边不就完了吗 你在这边拆一个 就公开一下 这已经整啥了吗 那我觉得是这样理解 他当然拆边这个 我觉得也很大了 这两个边要拆 可能还是这个大 那但是不是怕你这个吗 那我拆这个有先手味道 你不是要 这无论硬了 这我怎么硬 走这个不硬了 那不硬了 我再走 就走嘛 他还有一种 他可能把这个 他觉得这个其实也有先手意味 你如果想去抢大厂的话 他就再攻过来 这白旗有点痛苦 因为白旗这地方的头 已经被震住了 只能往这儿跑 但你往这儿跑的话呢 会朝着黑旗后市去行骑 方向就不太对了 所以白旗可能也得补一手 那你补一手 他就得当成先手实地的便宜 因为刚才说 黑的这地方有些味道 他觉得直接攻 未见得能获得利益 他不如这个交换一下 如果你补一个 他很实惠 他还是便宜了实地 但是白旗就会 白旗他不补 不补就刚才那些问题 比如说他点到这 那只有反击了 那这个肯定是不能沾上 因为想就点 跟沾交换 我是不是就可以 这不走都行了 这可能 我好像十番旗里面 九盘半个都不能沾 就必须就跳出来 或者穿出来 白的也没必要吧 他实际上也没往这点 假如说你看这样会不会便宜 就是你跳一个的时候 我比如说就在这边随便走一个 那你再补一个 我这个亏吗 有利有弊吧 这样的话你可能说 战略上达到目的 真到了一个先手 但是本身还是不少损 这个紫儿基本就送进去了 还是挺损的 里和外的交换 有点亏 因为我想就不是让你在这边多换一手机 等于我走了一个 你补了一个 所以我说战略上 达到目的 但是本身局部还是损了些 就看他肯不肯吧 还是直接起手 点完如果就被吃了 还是有点痛 挺损的 所以他先还是这个 我觉得第一杆吧 因为本手啊 这个人家那边挡一个走那么厚 他就补了一个 补一个本身 这个也挺舒服的气形 下一步以后再点吧 可以去拆这个 其实两条边本身的价值 我是觉得那条肯定要大一些 但是这条 这个现在由于这又走了一个 有点照顾这块旗的 一个厚薄的关系 在里边了 对 你要再不走的话 我觉得白旗点过来 这个一柱 对 再不走我点 你可能你就只能沾上了 是 对 他这个现在还要点 这就是 这确实是很想舒服一下 这点着应该是总是便宜的 那肯定 但这个 基本不会沾 但这个时候看着 好像黑旗不沾的话 被白旗断掉 这个也挺危险的 是 那就得沾 但是沾上 等于说我先承认 被你得利 对 就觉得不太肯 心情上也不太肯 实战 黑旗果然是没有沾呢 黑旗斑完断 这也挺常用的一个 后续手段 常用的手筋 他就是 如果你现在吃这个 他这三个子就准备气了 他就把这两个吃 这样应该是个转换 如果白吃的话 黑的把这两个子吃了 白的断一 但这里边 味道多多少少 还有些余味 感觉 就黑旗还可能 再继续走吧 这有个子好像 反正暂时应该是被吃了 但是就感觉有点借用啊 整体上 比如说这种什么的 感觉味道还是有一些吧 挑完一拖什么的 要是就 白旗就这形成 如果真实形成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话 这个地方没有味道 是不是白旗还行 没有味道 但黑旗真到一个先手啊 我把它抢到这柴边 我感觉黑的还可以吧 这里边 总有点什么东西嘛 感觉收器吃之类的 我多少能占点便宜 感觉黑的还行 白的 白旗 他也没啃 没有必要跟你形成转换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想 逼你把这粘回来 总不会粘回来 就粘到了 可能就得 不会粘吗 打持 他这个也很忍 在这个下法 因为我们知道 还可以打这个嘛 打这个就直接打结了 打这个是不是 黑的直接就开结了 可能就会开结了吧 那黑旗 这找这个结 对 可能就 白旗先手结吗 你总要先找一个结 不知道 他有可能找这种 你硬的话 白的 我提过来 白的结也不好找 白旗小尖一个 不一定是 我在提了之后 这首棋 停了一招 不见得是那边 就别看了太后了 那肯定没有结了 那个 也不能这种 感觉还是有点损 你还会找 找黑的这种地方 装一装 你说这十结吗 这也很有可能 所以白的 也挺头疼的 这打结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打这个 就有一个 有一个low打的手段 所以白旗实在简明 但这个下法呢 通常也有一个 不好的地方 就是别人唬之后 他这个拐还是先手 有点难受 所以我们看经常 大家基本上 都打这边 打结就打结了 因为这样觉得 有点忍 但是这个旗啊 还真是 黑旗全盘特别厚 不太好找结 对挺厚的 黑的还是虎 就虎强调拐的先手 那个白旗 直接就 对啊 轻易 我愿意下 这样的一个单关 但你不粘 他得 给个说法 他可以 一直把你 逼着粘回去啊 你怎么逼呢 我 爬一个 别让你走了 然后点一点 你总得粘回去吧 不一点 点一点 我现在会粘回去 这个地方白 也挺薄的 主要 他不肯这样嘛 这个其实 爬一个自己 但不爬 你不是说拐线手吗 对 所以他的想法是 他挺有自己想法的 他不觉得拐是先手 你得气很长 不然的话 这里面不是还是个杀气吗 对 但这样我觉得白旗 基本上 不能期望把黑旗逼回去 黑的不太会站回去 感觉局部都快活了 他直接断 确实够狠 这个气 但黑的肯定是要抢这些拐 因为现在如果不拐的话 这地方白旗是不是一顶 黑的就没气下 是 这样要保下拐 被搬住了 爬着路不像话 所以现在拐 他白旗的意思是 这期你拐 他脱先了 这个确实是 他肯定不能去捕活 他捕活这个地方 还该黑旗下 他如果捕活是这样 首先这个脚 我们可以看到 从点一个开始 白旗脚已经被搜刮得很惨了 木树少了很多 那黑旗现在就随便走都活了 是啊 这俩单关 你断开了两块活旗 那这两手旗真的是毫无价值 所以这就肯定不行 但我觉得白旗下的确实挺 很有勇气 我就说这个下法 直接这个过来 对 他也点了 还是靠住了 他也是坚住了 气还挺长 白旗 坚住了 黑的 没有顶 顶的话是什么 顶我 就当然后拐挖死了 是吧 嗯 这不能顶 顶好像出大事 顶被挡住 拐出来 反正就挖一个 对 你这气好像挺短的 只能是吃这个 提个再一加 这可能有点 有点惨 死掉了 这个气杀不过白旗是吗 不好啥 这气不好紧 你就我搬一路 搬一路沾上 然后你是塞一个是吗 大概塞完爬 对 最多是双火吧 这个黑的 不行 双火这被拔一段 白的一顿收 这黑的不太好 这黑的直接就搬这个好气啊 他实际上搬这个活了 搬完一打就局部近火呀 还可以吗 活了 白旗就只有去补活了一会儿 白旗就补 白旗很倔强 白旗打入 但是感觉这个地方 你不是早晚都得补回去吗 早晚 因为你现在你肯定拿不住黑旗 你拿不住黑旗 你就得去活呀 嗯 他 以后再说 他想先战斗 先占一下便宜 打入 这好像也 尖顶了一个 嗯 对 差不多吧 尖顶 白的是 是想妻子 然后先手活了 他好像也不能先手活 黑的虎 嗯 白的想 这打两下便宜 几下确实应该也不亏 这白旗 他就不准备活了 看来 活呀 对对活呀 好 就像我刚才看这贴 能不能先手活 看好像不行 没有没有用 都给你也没有用 我直接跑完了扑死了 是 猴也没用 猴是后手 也是后手活 所以该活还是得活 还是得活 在像这样 我感觉白的 没走着什么 还落了一个后手 应该整体看 不这么便宜 嗯 从这点的这个战役 总体来看 好像不这么便宜 黑的实战尖 对 然后白旗 还要再处理 这三个子 嗯 出头 这是 我的手 连半 退一个 嗯 点过来 挡住 这是白旗的全力 粘上 很厚的一手 主要也是 这样黑的话 就不活了 本来还要打一下 这也不能跑 所以这也是灭眼的要点 白旗补一个不就活了吗 那不肯 不拖吗 就不来肯 我现在我就肯定 我就想着先往外跳一跳 还没牵你呢 对 那被我一牵你就不活了吗 我可以牵手灭眼 你现在也不太可能去自己做活了 你只能往 应该都会往外跳 嗯 那我就尖你一下 嗯 所以这整体黑的确实没活 但是白旗 也 对 你自己都没做走好呢 那这个 对 应该是都不太活 对 所以就也就算都活了呗 是要供不着谁 那可能都想供应供对手 还挺想供 不然如果供不到的话 这部粘本身意义可能失去了 因为本身白旗这个已经很厚了 这个粘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就是 对黑旗的眼味的威胁 本身加厚自己有一定作用 但是感觉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外面现在有一个特别特别 这个大厂 这个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除了局部战斗的话 外面的大厂这是独一份 嗯 最大的 这边要稍微小一点 那个窄一点 稍微小一点 所以双方这战斗 谁能针到先手 其实也挺重要的 对 它是先扳 扳一下再打回去 这个扳一下就便宜 别两说 是是 他就觉得这样锦衣的气 有个点的手段 这样让白旗变得更薄 嗯 嗯 把其压一个 嗯 扳头 虎一个旗形 嗯 他得走后自己 这样的话 黑的也 它这里也有个断点 这块旗也没完全火 所以白旗这个气形 还是挺好 是 黑黑旗碰一个 它是在补这边的断点 碰一个是比较积极的 补断的方法 立下去 这旗就这么就贴住 嗯 最大实地化 但是 这手旗 它其实就补断了 不贴 它怎么补呢 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补的时候把木全捞了 嗯 这个也很贪 这个下法 这样下 感觉 薄了一点 对 它就不肯 就这么虎一个 觉得效率不高 比较追求指效嘛 那这个 其实这以后我 比如说我点一个 啊 那是活搅活嘛 是啊 那我 我这样撞完了之后 脚不就 没有东西了吗 我把这边走后了 我这不以后还有 让你自己补 我 这样 我补肯定是这样 但是你活脚 本身你活脚 也有点损自己的木 有点打架的感觉 这个如果来淘脚的话 但我 就是这样的话 我是一个硬头 我把自己都补好 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这样的话 我觉得总是不太安心了 这一句话 我局部齐形来说 虎肯定是第一杆 本手 他这个下法就比较积极 有点贪 比较贪心的下法 是 黑棋 是不是觉得 这个形式 其实也 比较紧张 黑棋 之前走之前 没有机会去爬一下 这地方 我总感觉是双仙啊 把他打 你只有棋 我打一下 然后各种 反正木树黑的亏一点 黑人如果能爬 白人 不得退吗 但是我觉得黑棋 没有理由 觉得自己不好 他不是都觉得 自己走到木上 然后人家 挡一个 就跟人家这个交换 人家也没走 白棋也没有什么 这一串 如果说他搬完虎的话 我是觉得还不如退呢 你搬他干嘛 这手棋 还是很有价值的 这手棋很厚 对黑棋眼围 有一定的威胁 搬完了 如果虎 你老老实 退回来 你跳也行 跳过长 我这小肩 我这把木捞了呗 搬他的头 然后自己再老老实实 补回来 感觉 就是把这个头 走硬 不得 感觉还不如长呢 他搬可能就 就想狠一点 就挺狠的 这黑棋下 白棋先断一个 这里边的味道 肯定是不好啊 因为 这个太强调效率了 白棋肯定不干了 我觉得白棋这下 还是 追究黑棋骑行的 这个缺陷 主要局部应该到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黑棋 要时刻注意 这块棋的眼位啊 这就是没活呀 是 这个棋 白棋其实 也有声东击西的 这个想法在里边 对 如果一定要深究的话 这块棋 确实还没有两个眼 但总感觉 这块棋 不会死 挺危险 这怎么就 这有没有眼的问题吗 这个 真挺危险的 不一定 但是快棋啊 这东西 白棋想吃 也有风险 这些东西 下定决心 也没那么容易 这个地方 先走了 先飞了一个 先飞一个 黑棋这个适应手 黑棋现在提一个 看你 吃不吃 什么态度 白棋先放放 先放放 我觉得是对 但我感觉 黑的有点勉强啊 这起 黑的也是 风险挺大的 但是黑的 如果能挺过来的话 实控好像 还可以 这还是挺捞的 这票 但是 这个地方 虽然是捞了 但我总觉得 它味道不好 味道不好 对 我感觉白棋实战下 都挺好的 白棋这个 拿捏到了 黑棋骑形的 一个难受的地方 斑你 嗯 这肯定得冲 如果直接断 被挡住就扎了 这个 你这个头 也被人家搬住了呀 猴 还是别猴 猴就算能出去 可能 也不敢乱 因为这只不敢再动了 被缠绕 一会儿斑死了 嗯 只能吃这个 这个应该只能吃 不能往外走 只能吃 嗯 挡一下 挡一下先手 嗯 对 现在就是 再挡一下 再挡一下 挡一下 还挺细的 然后再再立 其实立完再挡一下 整体都一样 反正确保 这两个贴 有一个是先手 嗯 打吃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我刚才就说 这双方 这个决先吧 我觉得是 白棋的先手吧 对 黑棋走 不一定是先手 但白棋走 肯定是先手 我总觉得 之前黑的 比如说不肩 这个 它能不能爬一下 是个机会啊 反正这白棋走 肯定只能这样 嗯 黑的只能提 打 这是白棋的权利 可能 没办法 然后团 白棋 可能一是 这个走后自己 二也是通过 这个打僵的手段 来给自己下决心 看看要不要去他 主要也是算一下 这地方的大致的变化 如果没有看出 黑棋特别明显的 活棋的方法 可能就要动手了 黑棋这个 弯一个 弯一个 弯跟挡一个 有什么区别 我就看着 这个眼见的木树 先亏了 但有什么好处 我也不知道 木树哪个亏 也难说 有可能挡住木 是亏的 是吗 就被搬了 打了打一下 就亏没了 如果白棋将来 搬了打到 全打到 就亏没了 这个其实 我觉得 它是有一个 干嘛 你这个想 点一个怎么样 因为它这很厚啊 你拐下来 跟我这块棋 没关系 我点你走什么 如果我拐下来 你想走什么 搬过呀 那我 我挖你 把我吃了 是吗 那肯定啊 你吃这俩很小 而且吃完活的呀 它点 你能不能先试个 硬手 因为之后点 肯定都走不到嘛 先点能不能 试到一个硬手 我拐 我能不能断脚 我就吃了吗 我就都吃了 那我先手活呀 那也没什么好的 那我还不如 硬一个 我就硬一个 你硬什么着 那便宜了 而且我有可能搬 我就直接搬 你硬一个 我可能点到一下 怎么可能亏呢 那便宜了 仙女 等待我再走 这样的话 我这手棋对 死活帮助很大 就活了 我这一打就打了 就活了呀 我就就活了呀 有可能是个机会 这个 吼一个 哎呀 痛苦了 这吼一个 感觉上 自己的好像 点一个反击一下 团队的时候 点一个 嗯 还可以点一个 你挡一个 我拖鲜了 就脚都活了 我可以拖鲜了 拖鲜脚都活了 走这个 你搬 对我扮了 对我拖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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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打个加一下 好 对你能加到 可以增个鲜手 他猴一个的话 我一直就觉得 这期真的挺危险的 这期怎么 点一个相许是 是个机会 对 考验他的好手 白戏动手 白戏实际上就搬上来动手 也没有算清 我不知道算不算清 这期算清没那么容易吧 但是从感觉上来说 确实一眼 也没看见黑的怎么活呀 黑戏要找眼 找眼家 这不给你眼 然后靠一个 实际上就这样 白白就全跟着硬 确实能不能活 是不是 黑戏心里也没什么底 就是一眼找不着活路 他看见怎么活了 我是没看出来黑的怎么活 好像黑的前面下都很贪 这期怎么活呢 也是 黑棋也是在赌 白戏敢不敢杀吗 难道 好像白戏这下的特别厚 对了先手便宜完之后 厚好多 我觉得这个木树 其实黑棋这么靠一个档上 它本身木树也没便宜到哪 这还被搓了两下 这还被拱了两下 本身一共这大概现在又吃了15木棋 对啊 你外头首先先被人家搬一个 你先缩过去了 外头不是搬一个的问题 这地方已经没出不来了 我随时拐一个决心 这头是完整的风策 就是你如果把这都点成白棋的木 好像黑的就是这长木 我这长一块木 本身你便宜的也不多 是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棋 这块棋怎么活 这不知道怎么活 白棋太厚了 这个地方 还一个也决心 白的还是很厚 长一个 长就跟着硬呗 解决什么问题吗 然后才跳出去 嗯 我们这就看怎么 白的现在走这个 走这个下定决心了 走这个就是必杀了 因为这个损木 因为这个跟打拔交换木数 肯定是亏了 但能往这下一个 也是不给自己退路了 就是他决定要杀你了 那咋 是怎么活 先黑棋先把上面这块棋 先做活 踢掉 顶住的 这其实是顶住杀的 嗯 直步这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没有用 如果说挡住这么下 断进来 断进来的话 我打一个先手 这个地方 一路一倒虎就活了 然后这地方什么都没有 断打了 就是太厚了 一点七都没有 所以这里边是一点七没有 挡一个反正白棋就一冲 就死了 挡这个冲这个 这地方 也没用 挡这个 就随便印一个 哎 挡啊 靠这个 靠这个 扳完冲 还能冲倒一下 那没用 这就白棋就印纱了 这棋 就是你挡这个 我就往里 往里塞 然后还这个 我就往里塞 就是外面 什么棋都没有 嗯 打我就跑 白棋就全部 全部 这个棋就这么就 阵亡了吗 但不知道怎么活 我没看出来怎么活 这棋 感觉上这棋 感觉要发病 为通知书了 这个 是 就是什么早先 如果这边能点到一个 还好 点到可能 还能有点作用 就是当你刚才 你被卡到这儿 我打吃了 然后唬到这儿 不不 点到当然好 但是这个 我觉得从一开始 都不要奢望这个事情 我这个都 其实你点我不太可能 加一个 加是啥意思 其实也不知道 能走什么了 可能 白了连这都走掉 也不能不要 对啊 这个不要跟这个大龙死了 效果是一样 最硬的头皮也得行 这要结束了 这是什么意思 好像也是活不了 是吧 这越下越清楚了 这个感觉已经没了呀 这条大龙就这么被生兔给活剥了 就这么 它就这么尖一个一阵就活不了了 也不是尖一个一阵是这儿的原因 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 就多了一个斑 我觉得斑有问题 斑被一虎到这儿 这个虎对这地方的眼位 影响特别大 这地方把白鞋走太厚了 而且自己眼位 作眼的空间都给压缩了 最后白鞋这地方 团倒一下也挺关键 你看这个团其实作用挺大的 对呀 不然的话黑鞋先手 所以我觉得黑鞋刚才最后的机会 团的时候点一个 是个时机 它好 它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总觉得这么大的一块鞋 而且下边还有一只铁眼 就不太容易吃 对 就觉得对方也未必下得了这个决心 因为这手鞋本身 如果吃不掉的话 这手鞋就很没有价值嘛 这是 冲一个 它粘上 这是 怎么搞 鞋 这鞋该白鞋一下 白鞋现在确实 如果被断了的话 局部白的没有活 再我沾一个呢 这个地方能拱出眼来吗 没看出来 我靠了一个 你下哪儿刚才 下发多了呀 我断 你真的能冲吗 我现在手手轻轻 我就算沾一个好吗 你给我放个籽 冲 你就退一个 我挡住呗 怎么了 你冲我挡住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我这不决心吗 我走这 你这能被我冲死啊 我 那如果这边没有眼的话呢 你确实这一沾 黑棋的那个眼 我是自己是得沾呀 我不沾被你断死了 它实战也是沾的 就得沾嘛 那黑的现在断这个是一种最后的倔强 不是 这个这不刚才不是说没什么用吗 对 我 你不是你就退一个 你不是这边 如果你弯头先手 它有什么陷阱啊 这可能现在不让你弯道 比如说啊 我靠这个呢 你走什么 我就随便走 也不随便 可能就得走这 没事 这有什么用啊 真没事吗 从尖出去 跟我杀呀 我就冲断你 那我先挤你走行吗 我先挤你 那我挤 我这已经走不到了是吧 对呀 我就 沾上你一拐 对 那你总得让我出去吧 我顶住呢 是什么个意思 你顶住我不是还 我走这里你还能沾这个 对呀 我还有 这感觉 也不行吧 感觉 但我感觉 走直接走的话 这地方是有点 保卫吧 这地方 嗯 它可能有点看不清 走你走 我走这个 你冲我那个 我能不能从这边走啊 累一点 感觉黑的累一点 不太行 应该不太行 但是 就是为黑棋寻找 还有一丝丝的出动 我觉得 黑的 应该也不太行 很玄 它实际上就是 这个也 也是种简明的下法 这个 它确实这个冲死 感觉也没法弄 黑的 黑的好歹活一半 棋局还得以继续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 这怎么 不至于就 没办法 你说 反正有个继续下的理由 但你说 这个叫断尾求生 这也不能算 这个尾巴 有点大 有点 断的有点太长了 这 这不用点 这死的也太多了 这个 养点心的 这个 这个时候 心里也有面积 这个队有多大 这个都死掉了 然后还在 先手棋子 抢到最后的大场 不过 他们不是说吗 快棋赛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哪怕你 差很多很多 只要你没投降 都有可能翻盘 对 理论上是这样 但这个棋 感觉确实 差距有点大吧 我感觉 没点墓啊 但我感觉 这个光子儿 已经 十四个 我这吃了 大概四十五 那你点点呗 没准 差距也没那么大 太大了吧 这是这块鞋 二八三十五 五十多亩 将近六十亩 加这叫七十亩 七十亩了 这十亩 这个边没几声 三十来亩 不到三十吧 不到三十 七八 五十五亩 加这个六十 出点头 全围住 全围住 七十多 那贴幕也够呛了 就是还能蹭蹭 先围一围再说吧 所以这个空 不能 不能是算到这 不能这么尾 对 得这么尾 这不还没活呢吗 是啊 是没活 这也太稳健了 这 这个一击大飞 这期不敢往这走 怕死了 把你靠上来 连不上死了 一个大飞 我觉得这回不会 就是劝详 觉得 哎 杨定心同志 你 我都不破你空了 你看看你能够不能够 这个真的 不得比这个再稳了 这个大飞真的是 表明了一种姿态啊 那个 好像是顶不住了 这黑的 对 他主要是这块旗 还没有那么厚 对 且战且退吧 把这再沾一沾 这棋 主要这棋 可能 黑的全围住 这棋 白棋太厚了 就收收官定个型 白棋 暗幕其实也很多 白棋随便定个型 定一个把这个冲死 比如我们刚才点的 白棋的幕可能还要多一些 这只能并出去 走的话 还怕挖 就并出去 这个棋 白棋好下的已经 太厚了 太厚了 就随便揉搓你 没脾气 对 拌一下 真是 这咋弄啊 这 黑棋在围中间 拓先了 局部不管了 打结 来吧 打结吗 也不是打结 结不归 嗯 班战走了 跟后手 还不如丹丽呢 啥意思 丹丽不还能跑吗 对啊 这班战怎么死了 他没想到你拖先是吧 我这都先手 这地方 这黑的怎么还敢拖先 他感觉到这 对 可能觉得也有一手 是嫁人 这不是这个 黑棋这 保的确实有点离谱 这个 虽然黑到把白棋 这吃通了 我挖一挖 我觉得 还是有能 有掌墓的地方 白棋是 这什么都不搞 这个真的 白棋就说 我已经 到位了 白棋就到位了 已经 我什么都给你 我这墓术也可以 白棋这个收的 真的是 宇德夫人 如果是这样收 这个黑棋 还是不够的话 黑棋也 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本来黑的 可能也不想说 啥的像这样 就是这个棋死了 就可以投降了 就后边都 对 但是可能就因为快棋 我觉得慢棋的话 可能 可能就就投了 快棋的话 等一个棋迹 对 还能 搅一搅 等一个棋迹 毕竟半决赛了呀 对 我还是 还是再拥有劲儿 再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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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拐 这黑的 这 确实还硬着头皮 往外拱 但越拱 快拱死自己了 这 恐怕 就没办法 再继续了 这冲咋办 局部只能 吼回去 局部只能 走这 因为你走 别的的话 我就就 虎一个先手 虎一个一冲 白的是先手脸 就是把你给断了 断死了 所以你大概只能吼 吼的话 我就先把你虎回去 打回去再冲完搬进去 对 你这个空也 没不了多少 搬它虎 我也不知道 还往包里冲 可能就不冲 黑的都不够了 反正黑的也没有心情吼 黑的也没吼 那黑棋走哪儿了 黑的给你断了 这个是什么倔强的下巴 在冲 看不清 什么东西 这儿还有个挖呢 就硬杀器是吧 白的就拱住 硬杀器 这个有 这个有个杀器图 拱完了挡住完 沾上白的四起 黑的挖 看那么长一串 只有三口气 就是也是 黑的是三口气 是 哎不对啊 这是什么时候 不对不对 我们好像犯了一个 黑棋在之前打浆 冲了一下 哇 这个是撞气了 所以说黑的好像气不够的原因 是之前打浆撞了一气 这个这个冲撞气了吗 撞大了 撞死了 我刚才怎么说 我就觉得黑的有四口气来着 这撞之前打浆 它那个等秒的时候打浆 然后你能扑一下是吧 对啊 我就挖粘 然后扑完 打完打完打完一粘 所以 这是差 怒撞一口气 把自己给撞死了 当然了 没有这双这口气 白的后续下法 可能也不会这么下 白的因为是看轻了 所以就这样 这样是一个 黑漆最后是一个 预碎的一个状态吧 碎掉了 这样插一气 这这没有这个 我刚才怎么看 这黑漆还可以啊 这打了一粘 有四口气啊 这对上海的黑漆气场 就你走完之后 你不就是四口吗 你走完我四口 现在五口 打了一减 一气 两七三 四气 对啊 你打完一几 之后四气嘛 就我现在五气嘛 你打完一几四气 对四气 该黑的先动手 他这一口老气 把自己撞死了 当然他没有这个 后续的变化 这是很早以前 在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他就冲了一个 嗯 所以他是 当时是一种打僵 但没有这个冲 后续白的也不会这么下 对吧 白的肯定是因为 这个看轻了 这个气快气 所以就跟黑漆 对杀 那这样到挖 就挖死了 挖就是最后一手了 最后一手 这样黑漆插一气 黑漆就玉碎了 嗯 反正这个 本来也不行了 这一上来 这个旗下的 确实有点过 要过分 但是这块旗 其实好像 很长的一度时间 没有觉得 这块旗那么危险 或者会死 是这个地方 给了白漆太多的借用 嗯 那他如果简单的 跳一跳 煎一煎的话 嗯 白漆没有这个虎 白漆还吃不了它 是吧 也不会对 没想法 没有吃的想法 这个没有虎的话 因为自身比较薄 黑漆这地方都有先手 那就有眼味啊 嗯 虎这个对黑漆眼形的 威胁还是太大了 是 黑漆有点拖大 我觉得这旗下的 这个 没有意识到 这块旗的 问题的严重性 对 确实没有 意识到这个危险 这个信号 都没有觉得 对 还在这 就一门心思 捞得有点过头了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 这个本身 其实对于这个局部来讲 味道不好 对呀 你这味道这么差 就还不说这个 就被人家 这个这边扳了一下 然后这还有 先手 这但凡少 但凡少个字 这肯定也杀不了 但是他就是不啃虎嘛 因为我觉得虎的话 他是扳头没有意义 他不如长衣的呢 嗯 扳可能是下随手了 扳了一下之后 自己有一 有点进退两难 当时就 缩回来的话 就不太肯 所以就跟 继续去拼 可能有点太过了 对 以前我还真没有发现 黄云松的力量 有那么大 嗯 还能屠龙 那也没办法 那黑的 太冷捞了 嗯 这个棋 确实还是 也正常吧 杀杀看啊 但是杀着杀着 确实活不了 确实看不出来怎么活 白的太厚了 这外面太厚了 黑的还有点不小心 这旗下的 嗯 是 那恭喜一下 黄云松晋级了 本届阿汗同山杯的决赛 嗯 黄云松是拿过那个 有和什么比赛拿过冠军的 也是快起赛吗 微服防开吧 好像是 还是什么比赛 黄云松是拿过冠军的 好像不是阿汗 应该不是阿汗 阿汗他应该第一次进决赛 嗯 阿汗上届的冠云军是范婷玉和陀嘉西 嗯嗯 不过在这次的决赛里边 没有这两个人的身影了 已经半决赛 他们俩就都没有进 所以这一届的阿汗 一定是 又是一个新人了 嗯 很正常 中国就现在 大家水平都差不多 嗯 谁进决赛 其实都很正常的事情 是 那咱们这盘戏 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咱们稍后呢 为大家带来 六万一盘半决赛的对局 我们一会儿见 因为我一提会